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美国总统选举是最重要的事 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人已经没有太多人关心 有些好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大家对两边都没有实质把握 这两边的焦点似乎不是怎样做好美国的经济 两次电视辩论后大家可以更多见到真实表现 在总统选举里面有很多竞选活动 但实际上会见到他们两个人亲口不只是抱抱朋友 是不了解不了这个人 但事实上透过电视辩论是希望令很多人了解这两个候选人的作风 但过了之后到现时这个阶段大家都会发现 是否跟我们当初的想法很不一致 例如到现时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觉得无论哪个人上台 可能都会令到美国有一番问题要斗争 原先不是这样想的 无论你怎样看希拉莉或特朗普 两个是总统选举以来最大年纪的一次竞争 应该是很有经验 无论是从政经验或营商经验 但为何你发现今次总统选举里 完全没有任何长远的政策给到大家 以前不是这样说 以前当你知道谁来 你就开始要去研究 或者担心哪个照片 会否对我们来说 市场又会怎样行 但今次一直都看不懂 不如说大选 给观众看图 里面有些大选资料 当然不是我们出的 这些资料是来自彭博的 中间的表代表蓝色代表了希拉莉 而红色是特朗普 很明显希拉莉当然是领先 现在来计整体有47.5对42 自从由阿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 可以有很多遐想 近期似乎女性领导愈突出 例如台湾、英国、巴西 的确是会开始了一种新的女性管理 或政治精英 但即使出现后 反而在今次美国总统选举 现在民调都觉得希拉莉会赢 但又说不出口 可能未必一定可以 这是今次最大的差异 本来大家会觉得这两个候选人相当极端 如果是极端的话 应该会利好中间选民 比较中性一点 应该是离希拉莉 就算你怎样都好 起码你都叫做中国 但你发觉她带头不能带出来 而且两边的想法是 你发觉不像以往大家认为 只要希拉莉解决民主党之后 就应该很轻松地赢到今次大选 但大家有没有留意 去到现时这个阶段 都拉不开 很少有 你看到奥巴马 当时大家都在想 谁赢 大家都完全分不了 但今次更加分不了 这些情况都会令到大家第一件事 因为今次比较有趣的地方 大家对于道德这个问题 是摆得比较重的 但他说道德 应该怎样对其他国家 怎样对经济 这都要说道德 如果这么说 大家有留意到 其实特朗普的确有很多坏事 当然香港人对于选举不太多 但起码大家在形象上 已经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当然两个都有做错的事 但两个都有很多自己的致命商 但亦都会发觉 就算被他们做了也好 也不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其实今次这件事 实在两个都不是 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一 反过来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他们今次的比例出现 本来会认为希拉利在两次辩论里 都能够很轻易去证出 但结果你发觉现在出来 似乎两边都不是 我想表达一件事给大家知道 其实今次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现象 金融海啸之后 似乎全世界的政治精英 都遇到一个大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究竟丁制未来应该怎样做 或者之前大家所谓的共渡时间 似乎现在已经去到有爆煲的阶段 才会出现这些民粹主义 虽然美国的资讯比较多 但究竟选民希望美国会好而去投票 还是想美国承罚一些不公平地方而去投票 很想问一下你如何选择 按照近年选举的结果 很多令人突出的东西 对 大家应该记得 只是英国的退欧公投 已经给了一个相当震撼 原来大家要想 原来真是这个世界 可能可以共患难 但不可以共富贵 大家会发现 当经济越来越差 反而民粹主义越来越不足 事实上是 因为人们没法开 没法开 当然会吵我们政府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们说了这么久 你都会发现 究竟如果他们真的上台 是否真的给到美国经济 或者美国的影响力 会否从此下降 如果给希腊尼上台的做法 或政治取向 大家都有积可存 想起以前的克林顿 也想起奥巴马的做法 奥巴马是总统的时候 希拉莉也有很多东西 特别是对华政策方面 对 他会否跟这方向去做 起码有一个方向 这次最大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 谁是否一定会赢 希拉莉是否一定要赢 本来我们觉得很正傲 但现在越来越发觉 不是很正傲 虽然草业仍有一个月 但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希拉莉是否一定赢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原来她是有问题的 上次说英国为例 英国去到投票那天 我们都认为不会脱勾 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 所以想告诉大家 究竟美国人现在的愤怒情况 究竟去到甚麽程度 究竟是否真的 大家认为 欧洲会出现民粹主义 因为经济还是差 现青人没有希望 但整个美国 令大家都不会觉得有这些问题 最怕她就是这样 之前我们经常都说 把这些问题或是把情况摆在股票 究竟民生是否真的这样 像股票表现这样 因为这里有几样东西 我又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 如果是这样说 为何你发觉 他们的民调里面 发觉当初不会有急跌现象 近期听到有很多飞文 你发觉她都不是很窄 最多是人说不喜欢她 但这是否事实 大家已经知道 为何希拉莉去到现在都不能拉出来 原来有些人真到你入骨 但她是现在不会出声 如果有什么不同 但她可能会投票特朗普 但那些人一定会出来投票 现在大家都会担心 其实有一群人相当不会美国 但那些人已经完全不会再信任任何所谓的 但那些人明显会知道 就算特朗普做错任何事都会出来投票 当特朗普快到共和党 他曾经说过 即使我拿枪射低的人都会投票 因为旧政府制度 原来美国如果是这样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是这样 大家必须要问自己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谁上台对市场会好些 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不到 另外你会发觉 谁上台对潜场经济有什么帮助 对中国的理念又如何 大家都认为希拉莉上一定会对他不好 但多一针会好些 但现在你会看到如果是这样 假设真的被特朗普赢 那又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这可能是很重要的讯号 如果他上台代表 原来美国连美国的开放任何事都会比较公平 都出现了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别说我们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美国现在有很多问题 根本是无法解决的 当然 没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你只是叫警察不要乱开枪 你都解决不了 这些很难搞 我有时觉得情有可原 很难叫警察不要开枪 当你一个警员或两个警员 对着一群人也不知对你如何 他为了人生安全 他也是会弄你 除了美国以外之外 大家有没有发现 美国人是不会被选民或民众 在外面有任何危机 你会发现 原来美国人在本土才不安全 但在外面可能没有不安全 这种手腕或政策 甚至现在的刺激政策 原来是损害美国利益 我们经常会觉得 美国有名正言上 很多事大家都觉得很合理 但现在这件事件 会否成为累积下来的炸弹 而且不止 如果特朗普上台 究竟市场会变成怎样 这当然是我们关心的事 我们现在也看到 原来现在两边选举过后 其实两边都拉不开 大家心里都知道 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形象的角度之下 特朗普是不会当选的 是应该希拉利 但大家又会觉得 如果希拉利当选 又好像抹杀了某些 在美国人的精神里 会觉得你的唇高地位 或曾经发生过一些自以为是 我觉得希拉利有自以为是 起码知道一件事 如果他上台 美国仍然会调调重弹 走回移街条路 会暂时容易稳定 当然这样是对 但事实上是不对 本来美国本身还有很多问题 而那些问题不可以简单解决 或是需要有些人做一些很大胆 可能会变成千古罪人的事 才会被他播放才能解决 如刚才所说 原来美国有这么大种族问题 你跟我谈民主 为何这些问题 你真是发现今次的选举出来 是特朗普赢的 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 对世界影响可能是相当负面 希拉利方面比较宏观 而特朗普在谈社会问题 会否是这样 所以今年这次选举真的要留下 无论如何对经济一定有影响 或是全球经济 现在发觉如果美国也出事 很大事 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一个 让大家觉得没有事的国家 所以仍然要握着副手 准备了 因为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